从微处理器到物联网 宏基针对科技和教育推广 一直有着宏观的愿景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针对物联网教育 开始构思一个同时拥有 硬体、软体和云服务的教育产品 经历六个月后 在2016年2月 我们推出了云教授这个产品 ASER会做云 ASER也会做产品 但是做物联网的教育产品 倒是第一次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困难点就在于 我们需要找很多的老师、学生、Maker 跟他们做访谈 然后了解他们需求在哪里 后来发现大家都很想要学物联网 但是却没有一个很快速上手的产品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希望做一个很简单 大家很可以很快速上手的物联网产品 让大家做学习 做云教授最大的挑战就是 让不懂程式语言的人 可以透过APP简单的引导 然后快速轻松进入云的世界 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是工程背景的 可以跟设计系的学生一起讨论 然后做出一个跟云跟网路有连结的产品 例如说他们做了一个云灯 然后放在学校的研究室 然后可以从家里面去控制那个云灯的亮度或颜色 云教授物联网制造套件 包含硬体软体云端和课程四大要素 不仅满足一般消费者的学习和应用 我们也欢迎各类的厂商一同来加入 云教授的开发和推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